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坤哥 我听说也不是听说 事实上你见过两次在真暗团 谈了庭寿居屋那些东西 那你霸霸一些鸟听听听听 帮你的历史霸霸听听听 这些无论一个人坏了的时候 就揭人仓霸 留一些殷德 但我也觉得要跟公众有个交代 因为始终这是事实来的 也是公公联会的观点 也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地方 就回到2002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说过 孙明阳当局长 他也做了房委屋主席 当时提出所谓的宣九招等等 其实当年为何有这样的最后一个结果呢 就是由于当年董先生作为特首的时候 由于香港的科学政策 经历了金融风暴影响 插税息下滑 有很多种不同的意见 所以他觉得呢 就要提出一个 成立一个由 由当时的政务司司长 其实最初是陈方新做组长的 是作为主席的 一个检讨工营火架构的委员会 经历了两年的检讨 2002年提出了一些做法 是这样的意思 由于当年就 对私人楼宇的影响最大 政府就觉得是居屋 提出居屋来说是侵蚀了私人市场 所以我记得当年的火副署长 真是值得 他就说居屋来说 有三宗罪 三宗罪 现在我就不再重复它了 如果大家想看历史的 看看我们的本书有讲的 对不对 就是三宗罪 怎样三宗罪 其实这三宗罪 在观点角度 我觉得都是屈的 始终居屋来说 有特定的供应对象 是让那些买不给私人留意的 可以通过买居屋去作为置业 也都上不到公屋 那就有一个出路 但政府认为 当年的私人楼宫 跌到妈妈都不认得 跟你居屋差不多 所以居屋来说 要退出市场 所以当年 在曾荫权的官邸 我作为防御委员的时候 去过两次 当然跟当年的主席 郑向军 处长是梁岳礼等等 当年我就说 喂 曾先生 你这样作为政务司长 当年由于他做政务司长 接了陈方新的委 陈方新就不做 不玩 自然间他就 过档了给他做的所谓 就是检讨 房屋架构委员会的主席 这样的身份去见我们 就讨论居屋的存废问题 那我们说 居屋 就不是说有和没有的问题 是现在多和少 因为检讨区 从来都认为 居屋是一个杠杆座 是 即是说私人楼宇 要供应多些的时候 居屋你就少一点 是不是 不是拿饭吃 私人楼宇短的时候 你就需要 就是供应多些的居屋 是可以使得居民 能够买得起 就是居屋 去平衡 私人楼宇短不着 声道妈妈都不能 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嗯 但是 曾蔭权说来说 喂 黄昆 现在船已经在沉 是不是需要立即 要决定 就是要 补船 谁去补水 谈得来 蛇得死 所以我作为政务司长 就决定 是要停售居屋 我当年 我当然 都是抗议 我说这个权 已经是防委会的权 你是 没错 你是高官 政务司长 一人之上 万人之下 是吧 但是你都无权 去代表 防委会的决定 停售居屋 是吧 放置你交给防委会 决定 我相信三天已有结论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 所以这是有个争论 当然 曾蔭权有个不好的事情 老实说 一不喜欢的时候 他的臉 就会看到 他的臉 黑了 当然 这个 他现在已经是 浪当入獄 有些事情 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入獄 有其他的罪名 我想 无谓太多的指责 但是这些 必须要大家都清楚 就是说 一个 正确的决策来说 是需要有一个 争论的过程 政府其实应该 不要回避争论 特别有些 程序来说 必须要遵守 医法办事 我想 这点 就是所谓市民 和政府 有个不同的地方 我想 现在来一来 想说一下 不是真任权 可能 真任权有个 什么的后遗症呢 最主要就是说 在任内 它不仅仅是停居屋 那么简单 连公屋来说 供应都减少很多 我们看回 那个资料 就是说 当年政府 不是有一个土地 储备表 是吧 是吧 当年政府为了托市 就用勾地的方法 就是不是拍地 也都怕死 没人拍 没人拍 就很雨 所以用勾地的方法 架高者得 但是勾地也不一样 反应很差 但是另一方面 政府 又没有大幅 继续开发土地 田海也都停止了 是吧 继续土地改划 也都停止了 所以才是造成 今天的后遗症 当年 其实你看回 董伯伯 97年 至2002年 说说五年 五年又不久 平均 不是年年有八万五 当然没那么多 但是每年 平均都有 二万八千个公屋单位的兴建量 另外还有万几 大概万八个是居屋单位 加上来的数据很大 是吧 所以花到轮后公屋的时间 最快的时候 是两年多 就能够上到公屋了 老人家 有些都不用一年 排队就可以上到公屋了 所以我觉得是董伯伯的得正 也正正 是看回曾荫权年代 大件事了 他任内 这麽多年 其实都维持每年一万五千个高单位的兴建量 所以造成今天很大的困局 而最大的危害 不是高单位兴建量 是减少那么多的一个问题 而是说 是没有继续开发 和做一个土地储备 所以才造成今天一个很大的后遗症 当然了 我们都经常说 没有土地工业是怎样建楼 没有面粉是怎样做面包 这个道理呢 我们都说了很多次 我想市民都很清楚 那曾荫权呢 当然他是曼金游的特首 他到这一脚 但是呢 我觉得呢 这个呢 这个特点是怎样呢 就是没有一个长远计划 特别是那个土地的那个规划 包括填海、开辟土地 你不动的时候呢 你停了那段这么长的时间呢 你也都是间接推翻 他的下一个业手 下一届就是CY 都是头痛的 是吧 当然也有一个问题的 就是当年呢 就是特区政府呢 包括曾荫权 当然他有一个藉口的 一招被蛇咬 千年怕草城 因为那时候 有一个所谓维港 法例的一个诉讼 就是政府起了一个所谓 快速的干线 就是由中环去到 就是沙姜 还是柴湾 我不记得了 由于有司法复核 所以其实政府打输了 所以没有行 那问题现在就去到CY 就是梁振英做特首 是的 我觉得梁振英有一个弊 也有一个弊 所以现在他说 他说服务政策 是施政重中之重 当然他也提出了 就是一个长远服务策略 但是 虽然他说 每年兴建 这十年的目标 就是四万六千个 一年的 就是每年四万六千个 公司的服务单位 其中工业服务呢 是二万八 即八千个 两万个公屋 但是似乎到现在为止 说了几年 都没有实现到 未来这两三年都实现不到 似乎说了 就当做了 将来哪个诗实现到呢 我相信林郑上任的时候 努力点 拼命点 我想都有机会实现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都是梁振英的一个缺点 这个没办法了 因为事实上 我觉得梁振英和董伯伯 都有近似的地方 都是舞爪棚 你有你讲 他有他做 这个现象 我想大家心中有数 事实上 他的长远伙策略 都是需要时间来推荐的 他在任期里面 我想他也用了他的努力 但是我目标 真的差很圆 这个 无论你怎么也好 你任期之内 你达不到你的目标 就应该有些是反思的了 这个不说 就说回我们新任 未来的林太 得足一个月就上场了 那这个呢 就是任重道远的 包括呢 他来过我们公公团联会 说了一些防御政策 包括优化六字居等 我想呢 都可以再 特别在故乎政策底下 民间的情绪很混亂 很多 我们去了十多场居民大会 反映很多情况 其实都要多些想办法 包括呢 我们公团联会坚持 出售公屋 是解决民困民憂的一个重要方法 我想林太是否要多些努力呢 我想都是要拭目以待 大家共同努力 我想解决我们民间的情绪 困憂 这个都很重要 好 希望就有好的结果 大家努力 Gmail 对 来 你 有